Hello大家好,我是风格分享 今天的话给大家介绍一款免费的 而且没有广告的一个解压缩软件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进行下载和安装 我们在谷歌里面搜索7Z 然后第一个就是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域名 不要点错了 那么现在有很多仿冒的 那么你下载下来的 就不是真正的7Z这个软件 好,我们点开了之后 我们选择自己对应的系统版本 我这边是64位的 我就点下载就可以了 好,开始下载 然后打开 我们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安装好之后 我们进行一个测试 我们这边有一个文件 我们想要压缩它 我们右键 然后这边有个7ZIP 然后我们把它压缩一下就可以了 添加到压缩文件 这个时候我们就压缩好了 那么要解压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右键 然后给它解压到 当前问质就可以了 或者说解压到文件夹里面都是可以的 好,这样就解压出来了 那很多人说如何把它压缩成别的后缀的 比如说ZIP的后缀 那么是这样的 我们点开它 然后7Z 然后添加到这边有7Z 还有ZIP的一个选择 可以选择它的后缀是以7Z结尾 还是ZIP结尾 都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 它就是ZIP结尾的 那如何把文件压缩成其他格式的呢 那么右键之后 这边ZIP 然后添加到压缩包 这个时候我们下拉之后 会有很多的压缩文件的后缀 可以看到这边有GZIP 还有ZIP非常多 那么这款压缩软件 也有苹果系统版本的 大家可以在官网下载 对应的苹果系统版本 进行安装就可以了 好的,这个软件是不是非常的好用 免费又没有广告 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用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